大家好,我是嗓黑母操,欢迎来到上海马超丛林蛋白第二十九至三十七 这次给大家带的是中单死哥以及辅助锤石 第一盘的话是中单死哥的 因为这边的话 这次的话我也是准备给大家做一个中单的 就是玩搏命流的那种死哥 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就是站在线上刷 然后带个传送 哪路不行的去支援一下 我这次也不准备给大家做这种死哥了 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凶残一点的 线上就把对面打爆的那种死哥 这种打法的话 国服第一个用的应该是IG的姿态 就是死哥带一个隐然 当然了这种也不能像个芒头一样的去看 带隐然的话其实也是要看对面是什么英雄的 如果说你中路是个死哥 然后你对面的话比方说像狐狸啊 或者说像瑞兹啊像莫甘娜啊 这种英雄的话你是可以这样打 但是如果说你是中路碰到了一个安妮 或者说 或者说中路碰到了一个泽拉斯 那你这样打的话你就觉得是个逗币了 你中路带个隐然绝对安妮能告诉你 安妮绝对能把你打的从此以后中路看到安妮绝对是带虚弱 然后泽拉斯的话就不打了 你还没 你斗的距离都还没到 他其实已经把你给晕住定在那一顿 把你一顿毒打了 所以说这套打法的话 大家还是要慎用啊 面对一些 对面中单太过于强势的一些英雄这套带营 然的这种完命的打法还是不行的 就是碰到一些大家中路都是 例如像 不过现在的几个主流中单的话 应该都是还是可以用的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的造型术我们这个阵容有点逗 然后就对不然基本上都是一个后机 因为伊德瑞尔的话几个装备没有几件套没有出出来 就是那个叫什么 魔宗 然后兵拳 然后轻女这三件套没出出来之前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输出 然后上代蛮王的话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后期 然后这个赵姓觉得这一盘都是后期 有点不好打 不过这个倒无所谓 打牌我也不在乎什么后期不后期的 只在乎线上能不能把队面打爆 把队面打爆你基本上就赢一半了 当然了 除非说你如果说你被对面打爆了 那就基本上崩一半啊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打比赛啊 打牌位的话和真正你看那些阶段的打比赛 其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啊 然后这边的话很多朋友都都不知道 我是发视频啊 或者说就视频发出来 他没有看到之类的 我这边的话也是给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把自己的这个优酷首页打打了出来 还希望大家能够去看一下 因为最近一直有朋友跟我说 他说超哥你为什么那么久没放了 我跟他说我前两天不是刚出了一部吗 然后他说他们没看到啊 然后那我我跟他说那你麻烦你去我的优酷 什么也看一下 因为很 因为我可能我发的时候 一些朋友可能在时代上班 或者说别的原因他没看到 然后就一直认为我是没有发视频 其实我是发了 死哥这个英雄的话呢 我这边也是着重介绍一下这个英雄的特点 这个英雄呢 就是双千块 L一足 然后打团不怕死 死了还能放大 对吧 很多死哥他打团都是求死 其实死的英雄在定程度下就是能不死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别去死 就说能再不死的情况下可以跑掉的然后躲在边上放大的那尽量别去死实在不行了 或者说团在打得非常胶着了你非死不可了 那你再去死这个倒无所谓 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死哥是怎么样子 在团打团的时候他其实能跑了他不跑 然后在那还是在那一个镜头往里面冲 然后人家把他杀了之后拍拍屁股跑路了 然后他死了之后发现自己发现傻了 那帮人都跑了 然后他放大一个人也打不死 然后自己他一个人死在那个很尴尬的位置白死了 其实这种东西这种情况很经常经常因为发生 所以说也不要去盲目的去死 如果说你真的盲目去死的话 你还不如再重新传送算了 要跟就不用带那个别的东西 这一盘的话从称容上来说我们还是比较亏的 因为这边的话上单是蛮王打Udiya Udiya这个英雄在上单的话打蛮王 王我感觉还是蛮轻松的 因为Udiya熊状态的爆发非常高 然后E技能呢 有时也有一个加速以及一个控制 W的话也有一个盾 然后还能回血 所以说在线上的话 我觉得三刀凶应该是干不过这个Udiya 然后下路的话 对面是出了名的凶残组合 垂石加MF 一个辅助里是攻击 攻击性最强的 一个ADC里前期攻击性最强的 下路也是蛮吃力的 然后中单的话都还好 死个打狐狸问题不大 我这边的话 我这边的话 我本来是想叫招星来帮帮中帮帮上的 因为招星去下路没有用 垂石加手里捏个E 招星基本上突不上去 所以说我这边是准备喊招星帮中帮上 后来 我又想那些算了 还是让他去帮别的路吧 这边我跟他说你只要能够牵制住对面的盲增 对吧 不要让盲增来过度 过分的来中度骚扰我 我这边的话就可以 一个人就可以搞定这个狐狸了 因为我这边毕竟选择了一个玩命 玩命流的压制性凶残性打法 这边的话狐狸也是已经上线了 这个狐狸在我眼里已经是一只鸡了 结果我打之前就跟队友说过了 只要你能牵制住对面的虾子 我杀狐狸如杀鸡 前期在线上的话 既然你已经选择了一个比较凶残性的打法 那就千万不要怕 诶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三刀兄是杀掉了对面的污点 这是什么情况 这边的话污点出门是买了一个鞋子 我们三刀兄带的是大红啊 一鞋的污点跑上去跟我们三大红的三刀兄对拼 那我也是没看懂 再怎么说大家也是白金组 甚至能够排到一些钻石的朋友了 再怎么说也算是一个 在以前rank封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的 最起码是1900左右的排位了吧 这边的话前面是看到盲森的影子漏了一下 所以说我还是往后面退的 在线上的话 死鸽的补刀还是蛮轻松的 就是说这个斗 因为就说如果说你是斗到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单位的话 这个斗的伤害是只有二分 就是上面写多少就是多少 如果说你是斗到了单个单位的话 这个伤害是数值上的一倍 所以说就是说在补刀的时候 尽量的还是能够少到一点斗一点 这边赵姓过来 然后赵姓这边过来直接是闪 这边直接过来请狐狸吃了一套技能 狐狸闪现之后我也闪现 是直接收到这个狐狸的人头 这边的话跟我前期他的这个打法也是有关系 狐狸这边的话毕竟也是被打的掉到了半血 半血左右 死鸽的话在线上既然选择了一个凶残性的打法 那么没什么时候就得多斗着他 斗得到斗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死鸽的这个QQ技能用的用法呢 其实这个东西我感觉还是蛮简单的 就是说你算他一下 他算一下他的走位 你感觉他要往前走了 那你就往那你就 在他那个差不多的位置逗一下 因为毕竟前期大家都没有鞋子的情况下 这个Q还是很容易中的 如果说有鞋子之后 你就把你进入计算公式就比较难放中人了 而且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边也是带了一双鞋子 为什么要带一双鞋子 我这边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怕盲森的干卡 因为下次的这个Q其实很奇怪 就是说他在没有异中你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被下次异中了 那就慢弹了 如果说你没有被下次异中的情况下 然后下次要来Q你的话 你有鞋子和没鞋子 你的这个躲避Q的几率是完全就是两样的 所以说我这边因为我是选择一个凶残打法 我肯定是要担心下次来干过 所以说我这边是直接选择了一双鞋子 而且鞋子的话能够保证我的Q更好的失望 能够跟他更多下 像这样子的话就算 他就中了 就算他要走位 算他要补下兵 然后就这样斗他 这边的话这个狐狸也是被我斗得非常惨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 他中了我独强之后过去 然后躲掉了他的E技能 这边直接是给他上一个影 然后捉了他A 然后捉了他Q 最后这个狐狸实在没有办法了 还是准备往他里走 往他里走的话就必死无疑了 这边这个盲森过来的话 也是过来了晚了一步 也是没有太大用 所以说死哥在面对狐狸这种英雄的话 其实还是蛮划算的 只要躲掉了狐狸的E技能 基本上这个狐狸就蛮黑了 而且这个狐狸前面补刀的时候 也算是智商被我挤 智商被我压制了 我算出他们没 因为我的兵都是空血 每个兵空血的时候 他肯定是要上了A这个兵的 A这个兵的时候 我就查他逗一下 A这个兵的时候 我就查他逗一下 他前期也是连吃了我三个三颗豆子 所以说这个边是蛮郁闷 然后我这边回去的话 是直接选择出一双法穿鞋 因为我这边每次打IP的话 我跟大家说过 这边的乌的话 乌蒂尔上的血线非常低了 然后我们晚晚也是没有到六级 这边肯定是单杀不了他 所以说我这边是直接放了一个大招 把这个乌蒂尔人都抽掉 蛮旺呢 有一个助攻就行了 因为我中度是干掉了 这个狐狸两次了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 是很快就到达了六级 我之前几部AP视频里面 也是跟大家说过 中单AP 如果说这个 法穿鞋的话 能早出的话就尽量早出 因为这个法穿鞋出的时间越早 这个收益就越大 而且前期的话 一个法穿鞋的 所能给你带来的这个 输出的收益 我感觉根本就不下于一根无庸大棒 这边的话这个狐狸也是已经被打得有点不敢出门啊 我现在打到了七级 而狐狸确实只有五级 这狐狸也是比较惨了 这边呢 我又是做了Q 像他想补刀的时候我就给他一个Q 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我这边又是冲出去跟他打 因为左右两边都有眼 所以说这边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 那这边的话一堵墙放出去 这狐狸中了我的墙 我这边又是冲过去跟他拼命 那这边的这个狐狸又是必死无疑了 但这边的话这个瞎子过来了 对不对 我是用走位躲掉了瞎子的一个Q 其实我前面如果是想跟狐狸拼命的话 那边是有可能能够单杀狐狸 但这边的话我自己肯定也要死 因为毕竟狐狸的话这个钱还是比较少 狐狸已经死过两次了 而我如果说杀了狐狸死之后的话 要给他们一个500块钱 对吧 光如果就算狐狸是指定你拿到一个助攻的话 这个助攻都要有250关键 比我杀他一次钱还多 所以说我还是最后还是果断选择了后撤 这样子的话跟他对拼显然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 对吧 你有见过瓷器达命去跟瓦罐拼吗 对吧 这不可能 反正这个狐狸现在已经是一个残疾人的姿态了 而且前面他隐然又用不了 所以说我这边也是一点都不亏 哎 这边我们这个赵姓去偷篮啊 他跟这个瞎啊 这边的话狐狸应该是狐狸死瓜 我们赵姓打就打死了 然后这边的话狐狸又是拿到了一个蓝buff 死哥从装备的角度上来说还是一个女生之类啊 然后出一根时光了时光之后的话我是呃因为现在的话女生之类叠的比较慢 所以说时光之后我是不怎么推荐大家出一个大天使了 啊这边这边的话这个狐狸又是我给了他一堵墙 然后是狐狸中我的墙之后呢 我就上去跟他拼命这边隐然好了 直接给狐狸上一个隐然啊 因为这边的话狐狸前面是没有那个大招的大招杀我们这边上去使用掉了 啊所以说这边我又是敢直接朝着狐狸脸上的冲过去啊 如果说狐狸就算有大招的话我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跟他拼命打 但是一样可以绝对可以消耗他再把大招认出来狐狸大招认出来之后我就不理他了 他要是敢追过来的话肯定对他不客气 这边的话再是杀掉狐狸之后再是轻一波蟹 然后现在这边虾子也是过来了 所以说我这边还是绝不回城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这么一次经验并没有去收一个F4或者三郎 因为我这边去收掉的话我感觉不划算 因为收掉之后的话回去首先也是出不了什么装备 然后呢我因为我现在差一次经验到九级出去之后 我是准备去直接找狐狸拼一波 那样子的话我这个退化成时每升一级可以多回点血嘛 这样子的话在线上的消耗就会更少一些 所以说跟狐狸拼起来的话也会更划算一些 而现在我是已经有了大招了 我有了大招之后的话我就是更敢打敢拼了 而且这边的话这个狐狸大招应该也是已经cd好了 这边狐狸是直接把一用掉了 那我这边的话直接给他一堵枪 然后这边斗了他两下 那这边的话狐狸是直接选择了开大招逃跑 然后这边我又是Q 这个Q没有中这个好的 那最后这边狐狸是第三段Q用掉 那这样子的话狐狸现在是已经是一个残疾的状态 但是我有一个大招 所以说我是准备在塔里面找一下机会 有没有机会可以斗他两下 这边一堵枪放到后面 然后这边的话一颗斗两颗斗 好 但狐狸中了我两颗斗之后 我直接就是跑开一个位置 直接开始放大 那这个狐狸就是必死无疑了 因为这个狐狸的话 他感觉自己在塔里面 这种就是给他感觉是他在塔里补刀 他都得死 死哥这个英雄呢 就是说大家在线上不要慌 很多人都认为死哥只是一个刷逼英雄 他在线上的速度并不高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 因为死哥的这个Q在面对 就是说只有一个敌人单体伤害的时候 这个速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这个技能的话的CD时间非常快 所以说这边可以几乎可以抓着对面不停的Q 而且尤其像狐狸这种三级钱就简直是个废渣一般的存在的英雄 死哥在线上跟他一打一的但打独多的话是绝对不可能虚这个狐狸的 当然了想面对一些比如说像瑞兹啊这种英雄其实也是一样的 而瑞兹在前期的这个输出也是属于是那种低的离谱 所以说 死哥中单戴盈然 这种激进性打法 还是要看对面是什么英雄 对面如果是安妮啊 泽拉斯这种的话就麻烦各位 还是带个虚弱吧 泽拉斯你带虚弱也没有 就是基本上你就是躲在后面Q钱了 像安妮的话带个虚弱还是蛮有用的 这边我是给他了一股枪 然后逗着他一下 这边狐狸跑开了就算了 上面的话我们这边的三刀也是把对面乌迪亚打到很惨 啊这一怪这个乌迪亚自己不好 除了买双鞋倒是没什么关系 最主要是他 一双鞋的人怎么会敢去跟我们这边在打红的三刀在一级的时候就拼命 这是没有看懂的地方 像我这种出装的话 我这边还是推荐大家 比较推荐大家是 哎这边的话狐狸是直接看着大家都冲出来 那这边的话下次肯定过来 下次这边一脚是把我踢走 然后我这边的话又是坐着狐狸打 然后我这边死了 但是我最后一颗斗 最后还是把狐狸给斗死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最后说死了 但我还并不犯规 啊因为毕竟我他怎么说也是喊着兄弟过来的 我这边现在 现在的话也是出到了时光帐 然后出了时光帐之后呢 我又是买了一本小人数 就这本小书的话是可以出沙漏 然后除了沙漏之外呢 是可以出兵杖 啊因为死哥的话 啊之前版本的死哥是非常流行出兵杖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 他开着E首先就有一个群体减速的效果 然后在Q如果说是对方单独中的话 这个减速效果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这边的话 我这边这个蛮王是 啊这个应该是死 不然我们这边蛮王杀掉这边的5点 那我就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结为一个大 我这边看到瞎子上去了 我这边是给队友打一个撤队信号 啊省得这个蛮王啊想摊一下线上的几个兵 啊被对面瞎子抓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现在的话我已经是一个610的数据了 那这样子的话中路这个狐狸几乎是已经生活不能自离了 啊像这种啊对面的塔底下补刀 我就没事往里面Q啊 Q的重Q不重是另外一回事 但你要往里面Q 反正你这个女神放在那也是用来叠的嘛 而且死哥的这个Q浩兰的话 从像啊从本质上来说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 而这边我们下路的队友是冲塔了 所以说我这边是在中路找到走到了一个啊 没有对方没有视野的位置 直接选择放了一个大招 然后这边Q一下盲圣 这边盲圣被Q两下之后也是去了下路 然后这边狐狸也是去去了下路 那这样子的话我这边是直接给自己的队友打撤队信号 实际上他们快点走不要贪了 像我这种打法的死哥的话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没有在选中了 啊所以说大招啊所以说支援变路的话就只能是依靠一个大招的支援了 那其实像相对来说其实死哥一个大招的支援 其实我感觉也是蛮够的 蛮够了 而不需要说什么太多的那种 而不需要用的太多的传送啊下去 因为前期说句实话 呃前期的话死哥的蓝并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是传送下去的话 而一堵墙给别人 然后如果别人贴着兵走 那样子的话死哥的输出还是蛮蛮低的 因为首先Q不是一个两倍的伤害 首先Q不是一个两倍伤害 其实这个E的伤害在前期一级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 呃因为如果说大家穿在转送的话 前线上基本上是一个偏发育的死哥 那样子的话就是女神之后直接出一个饭盒 然后死憋那个先憋时光杖的这么一个打法 而这种出法的话 因为没有没有法穿鞋这么一个效果存在的话 啊下去之后输出还是真的是蛮低 那这边的话这个狐狸又是出来补当的 这边是给了他一个墙 然后斗两下这边是斗中了一颗 然后这边的话他在塔下补刀又是一颗 然后这边是朝的塔后面的印也是放了一颗 那这颗他是看不到的 这边的话狐狸是在塔下补刀是给我打掉了半血 而这边的话是要直接拼起来 那这边我是 直接的往下路走 看看是有没有机会可不可以支援的 然后顺便是给队友发一下中路已经消失这么一个信号 把这边看也是没有看到 也是没有看到这个瞎子 然后对面来把粉丝没有刷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继续回到现场来刷 然后一堵墙扔出去 然后这边的话是朝着对面扣两下 但这边的话对面瞎子来了 然后我们这边照星也来 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打得起来 但是狐狸在塔下补刀的话 我这边肯定是不可能让他很舒服的补刀 所以说这边一直在cue 那这边的话 这个瞎子从边上出来之后 这边我们又是来了一个照星 那这边这个瞎子连一脚把我踢进去的游戏都没有 因为把我踢进去之后 到底谁死 其实这个他自己还心里没底了 这边我又是收了一波兵 现在的话小龙是已经刷了 我们这边的话自己人是准备直接打小龙吗 这边的话我们这个照星是就准备打小龙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就直接是帮这个照星一起去把小龙这个小龙给偷掉 好的漂亮 这边的话是拿掉了第二条小龙 对面的话应该对面也是不敢来 因为这边狐狸的话过来 对面要跟我现在这样这么一个死鸽打的话是肯定会吃亏 因为我现在毕竟已经是达到了一个13级 然后还是有大招有闪现有影音的 因为现在手上是有一个大招可以随时支援 所以说我这边可以刷杀线上的兵 然后再来刷一下f4 那这边的话我看到狐狸是把E用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是直接是上去跟狐狸拼了 然后引燃一上 然后这边狐狸的话也是开了个大招想跑 那他这样子的话你是肯定跑不掉的 我这边的话跑到了边上的阴影角落里来的话 直接开始放大 被狐狸是直接被我大死了 然后这两个人也是被打得到空穴 但是我们这边的依贼是有点怂啊 这边的依贼是不敢打 换我的话 哎你看 这边全市的钩子都已经用掉了 这个依贼人都不敢跟这个MF还有这个随时拼 这就让我多少有一些蛋疼 这边的话 随时我看一下他会不会在塔里面灰尘 先换一个豆 看看有没有人 这边确实是没有在塔里面灰尘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准备回去了 哎 这边的话 卧靠 这边的话 这个MF直接掃里面放了一个椅 然后直接是开超出了自己的大招 那这个是果子都把我吓吓尿了 我这边直接选择了一个 呃 闪线掏走 我们这边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凶啊 这边的话 瞎子踢上来之后 直接被伊泽瑞尔收掉 那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MF 那这样的话造型还有一丝血 直接散线走了 那我们要去我们现在小兵进塔了 我们这边直接可以冲塔杀塔 哎 但是 这边的话伊泽瑞尔不是A了一下这个女枪吗 为什么这个塔不打伊泽瑞尔呢 这个没有 这个我有一些没有弄懂 然后死哥的话 因为这盘的话 我现在打到现在的话 因为我技能用的蛮多非常多 然后这边的话 女神之类也是快点满了 所以说我这边是选择先出一个大天使 一般情况下的话 死哥是时光之后的话 一般会选择一个帽子 然后帽子之后 看局面 局面好一点的话 就出一个 就出一个那个大天使 如果说局面不是很好的话 就选择出中压沙漏 甚至于局面不好的话 直接帽子也不会出 时光之后就直接跟一个沙漏 这种打法都是可以的 一般的话 像我这种中路激进型的死哥的话 对于打野的要求 其实还是蛮高的 因为就是 其实什么都不怕 就怕打野不停的来中路 然后自己的打野不知道在干什么 只要没有这些问题的话 一般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这边的话 我也是自己过来收下自己蓝Puff 其实出大天使的话 还是有点好处的 其实如果说 其实我如果说出的是帽子的话 其实现在的法强 跟大天使的话 是差不了太多 但是大天使的话 这个记载 那个女神之类的速度会更快 然后回蓝的速度也会更快 所以说你选择出一个大天使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边的话 这个屋里儿是一个人走了过来 所以说我这边是用了一堵墙 然后直接是封掉了屋里儿回头的路线 然后这边跟赵姓 两个人是直接杀掉到对面的屋里儿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 赵姓也是被对面几个人给蒙掉 那我这边最后一丝血 我也是跑开了 然后躲到了一个阴影的角落里来放大 凤好的 漂亮 这个大招一下子封出来之后 直接是把对面所有人都是轰到了残血 那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这边的队友 应该是可以完成一波收割 这边的话 还先最后一个狐狸 那这个狐狸基本上应该是死路一条 这边的话 对面是 对手是直接选择了一个投降 这种打法的好处呢 就在于 一旦你成功的压制住了对面的中单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让这边的中单 一点活路都没有 而且死哥这个英雄 大家都知道 这个AP英雄 如果说前期肥起来的话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因为他有一个全体性的AOE的大招 这个大招基本上是有一些让人防不胜防 这边的话 第一波视频到这边就要结束了 我们这边进入一段推荐 然后开始下一步 看了视频后呢 也是先到我的淘宝传统零食店来休息一下 其实呢 我这个淘宝店的生意呢 一直都不是特不是很好 为此我也比较困扰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气呢 也不算很差吧 但是我这边淘宝店的生意呢 一直都上不去 为此我也是问了几个朋友 也是几个专业人士 他们和我说 也看过我视频 说我解说视频的时候 卖力了一逼 然后每次到了推荐自己淘宝店的时候 就淘宝几句就这么一笔带过了 他说 别人看了你视频之后 压根就不知道你在推荐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你淘宝店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来你店里买东西的呢 一般都是一些非常忠实的粉丝 其他人压根就不知道 甚至很多人我感觉他们都不知道 你开了个淘宝店 我跟他们说我感觉做视频 这个东西呢 其实也就是给大家学习一下 而且我做出来的视频 可能有些视频操作非常亮 但有些视频操作并不是非常的亮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做视频毕竟不是做什么精彩极井 我主要是给大家学一些东西 一个英雄怎么用这个英雄怎么打 很多时候我都推这个东西 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然后他们说 干这行必须脸皮厚 你脸皮不厚 你肯定卖不出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淡疼了 因为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脸皮比较薄 对吧 熟悉我的朋友 大家应该知道 但是没有办法了 对吧 这一次我也只有脸皮厚一下 好吧 先首先先来推荐一下我店里的东西 香酱牛奶不用说了 两个字好喝 然后这个黑夜卖巧克力两个字好吃 当然了 最主要还是要推荐一下我店里的这一款肉粒 这块exo酱烤肉粒味道非常的点 然后 喜欢吃的朋友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东西也相当于是我店里卖的最好的东西了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尝一下两个字好吃 好 然后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的猪肉谱 这一款猪肉谱的话 这个月是比这个牛肉 那个肉粒买的也要更好一些 我给他的评价呢 也就是两个字好吃 接下来呢 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哎 玩意去哪了啊 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的菲律宾的七滴芒果干 吃过的朋友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味道非常非常的散啊 我店里呢也是进了很多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过来尝一下 这个玩意推荐完之后呢想喝一些饮料咖啡的呢 喝饮料呢这边的话我还是推荐这一款 那这上面这一款的香油奶 然后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 我推荐的是这一款的马来西亚的德意白咖啡 可能大家没有喝过白咖啡吧 如果说大家可以尝试着去喝一下 这个喝过之后应该都会知道 白咖啡的味道肯定要比一般的外面的雀巢 阿麦斯威尔的咖啡要好喝的多 如果说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 那当然是这一款了 这一款的乐天咋的巧克力 大家可以去尝一下 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绝对是 绝对是不可能让大家失望的 好吧这边的话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该说些什么了 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荐自己的淘宝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一下我的生意吧 毕竟我现在每个月还是入不敷出啊 每个月这边做视频的收入都不够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但是这不过好歹我还是有一些积蓄 但是做还是要坚持做下去 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不买的朋友呢 也是能够点一下收藏 算是给我增加一些人气吧 好这边记录一下我这边团传统零食店的店纸 olz.淘宝.com 好了接下来是一款精品进口的零食店 这家店里卖的都是一些进口的零食 然后也是都有一些在全国各地的大商场内都是有一些门面店的 然后这些都是进口的零食 当然之前的是一些传统零食 这边店里呢首先是给大家推荐这一款的章鱼烤装鱼片 然后这一片这款章鱼片味道非常非常赛 大家吃过 大家可以来尝一下吧 因为我这边 这么说大家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好吃 然后呢这个肉松蛋卷 大家也可以来尝一下 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首先然后这个牛肉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样子 我就简直一直在流口水 嗯接下来呢 给大家推荐是这个泰国的达美草莓酸奶 这款酸奶的话味道非常非常不错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 大家想尝的话可以来尝一下 接下来呢像张这些张军亚以及星巴克咖啡 这些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了 如果说而且我这边卖的都要比外面超市要卖的便宜 而且绝对是原商尽口 而喜欢是这些零食的朋友呢也是可以到我店来看一下 下面给大家再推荐一款这个大哥 香港的大哥大哥豆 这个香港的大哥豆吃完之后 保证大家个个都变成OMG的大哥 就是那个狗狗银 狗狗银为什么玩的这么好 就因为他今天是这个豆 人都快吃成豆了 所以说他才会玩的这么好 但如果是大家也想玩的这么好的话 也可以来尝一下这一款的大哥豆 好吧 这边淘宝最近完结到这边就结束了 啊也啊这个店的店子是马超就是干 大家知道我的风格是什么就是干嘛 好吧 大家如果是喜欢吃一些进口 进口的零食的话 也可以到我这一家店里来看一下 最后一同样的 如果说大家不买的话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点一下收藏 也算是增加了我一个人气 好了 本 这边淘宝最近完结到这边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接着进入视频吧 广告回来 我们这边的话是进入第二部的视频 第二部的话是一盘垂实的辅助 像前面那种死哥的这种激进性打法的话 我是比较推荐大家 多去匹配的时候多用两盘死哥 这样子的话等你打排位的话可能会感觉更好一些 因为死哥这个英雄的话如果说 如果说玩的少或者说 对他的技能就是领悟力不是特别好的话 玩起来其实还是蛮坑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英雄如果用起来用的好之后 其实上分还是非常容易的 尤其是要面对对面一些不是特别给力的那种英雄 就像这一盘的话 这盘对面中单是一个 EZ 死哥中单打EZ的话 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 基本上也是没什么下来压力 EZ不是会不敢太过分的上来压你的 而且死哥的话跟EZ对拼起来 这个输出其实真的也不是很成对比 尤其是到了六级之后的话 EZ是根本拼不过死哥的 所以说这种激进性的死哥的话 现在的这种打法还是比较蛮轻松的 我基本也是比较推荐大家是这样打 但是前提还是要多去匹配练击吧 因为毕竟我出的也是教大家怎么上分 怎么玩的更好 而不是教大家去坑人的 第二这先言归正传吧 这一盘的话是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一部 中单是辅助垂食的一部视频 辅助里面的话 基本上我很多辅助都已经出过了 例如说像Sona然后蜂女牛头 这些个比较常见的辅助我基本上都出过 但是目前来说当前版本最变态的辅助垂食 我当时一直没有出 其实这个原因也是有蛮多 因为我感觉随时这个英雄吧 你是要能打出他的特点才能做出来给大家看 但是随时这个英雄在线上 其实很多时候打不出他的特点 基本上就是一个线上对A太强势 然后勾着人过去 然后把人往回一推 对吧 这种就是最基础的那种操作 所以说可能给大家的那种教学意义都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这边打一些是经常有打过 但是效果不大的话 我这边是蛮 觉得蛮吃力的 然后这边的话进去的这个画面是卡住的 我这边是 这边是就耐心的等等待一下 这边是非常郁闷 因为打素材的这两天好像正好是非常卡 然后玩起来是非常的不流畅 这边的话应该是进去了 又弹出来了 像我有时候打排位的话 我打的久了 然后打的累了 我也会经常自己主动的去玩两番辅助 因为玩辅助非常轻松对吧 这边是直接进去 进去之后是发现游戏已经是进行的十几秒 玩辅助的话其实还是蛮真的是蛮轻松的 像我前面的话 今天是游戏失误 我前面四个的话是忘记告诉大家加点方式 四个的话是主K-E 然后1G-W 这是激进型的 当然还有一种团战型的发育 那四个就是主K-W 这样子的话 W的那个线会更长 然后减复效果会更明显 这种是打团效果 打团的那种四个了 所以说 那现在激进的话还是推荐主K-E 好吧 这边继续说随时 随时的话 随时的加点呢 其实有很多种 有些朋友的话喜欢主E 然后辅Q 或者说有些朋友喜欢主E 辅W 这种都可以 但是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 我是喜欢的是主Q 然后辅W 因为Q和W这两个技能呢 有一点好就是你每加一级 女生一级的话 他会有一个-CD 这边的话对手是直接冲了过来 但是我这边是勾了一下 这边的话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所以说也是往后面退一点 对手确实蛮凶 然后对面F5是有眼的 这边看到对面是走了 那走了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还是可以继续回来 主Q的话 那样子的话 你的Q的CD会减少很多 而且Q的伤害会高很多 但是 缺点其实也是蛮明显的 就是如果说你在跟对面打起来的时候 你没有Q中别人的话 那你的输出会低很多 这个是他的缺点 然后主E的话呢 主E的话就是在前期线上的输出会更高 但是在Q的这个技能CD上面会更慢一些 而且那个E的技能CD的话 你是加点之后也是不加的 所以说这个主E也是不划算 这边的话这个机身往这边走 那我肯定要A他两下 对吧 毕竟A一下三块钱呢 打辅助不就是 打辅助不就是贪的 就是这个银头小弟吗 因为机器人身上是有两个真眼 所以说他看到我身上也是有两个真眼 所以他也是没有选择放眼 然后我也没有选择放眼 我这边也是跟机器人E在对望 这边机器人上来之后 我A他一下三块钱 对吧 然后对面男枪也是冲过来跟我们拼 那我这边的话 我又是用一个钩子 拼掉男枪的E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敢打得太过凶猛 这边的话机器人上来 我就是三块钱 上来我就三块钱 对吧 不A他我今天对不起自己 我现在也是到了两极 到了两极之后 辅助啊 随时就有了一个可以跟对面拼的资本 而且这个机器人是不敢勾我 他勾我过来的话 如果说把一套金打我身上 他们是必输无疑的 所以说我这边敢站在这不停的跟对面好 然后这边机器人没勾中我 但我勾中了机器人 我过去之后 直接是去给机器人一个E 然后给男枪上了一个虚弱 那这边的话 MF是直接打死了对面的机器人 然后MF的这个闪现是交慢了 这边的话男枪对我交出闪现之后 直接是被我过去一匹他给A死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是比较划算了 虽然说我们ADC死了 但对面的话是死了两个人 而且我们ADC也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以及一个助攻 总体来说还是要更赚一些 吹石的话就是一点比较好 吹石很能慢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吹石的血线也是蛮高的 现在三季头就已经有了700多点血 前面E的时候就 血线就一直是蛮高 所以说我这边是敢捉着 对面的这个辅助来A 然后因为我的走位的关系 那个男枪也是不敢上来A我 如果说男枪敢上 男枪敢上来A我的话 我这边是很容易就能把男枪给勾住 所以说我们可以来说的话 所以说吹石这个星球现在凶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的技能完全不讲 他的就各方面都完全不讲任何道理 首先身体素质硬了 对吧 毕竟你减一个灵魂就能加防 然后的话输出也高 你就到达两级学了一个E之后 你A人就有一个被 被动的魔法效果 这边的话 这个MF这个一猛拿猛挥手 是有点蛋疼 这边他被勾过去 哎呦 这边MF是直接被对面杀掉 这个也是ADC比较不好的一个地方 就有些ADC因为自己辅助不在的时候 他喜欢出去补刀 如果说你面对对面的辅助是一个松呢 或者说风女的话 那还好一点 你如果你出去补刀的话 对面这两个英雄的话 杀招并不是很强 尤其是风女在前期的话 杀招那个输出不高的情况下 还是 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要面对机器人这种英雄 就比较赞成的 你一个人上去 机器人看这个W 冲你脸 你真的没有办法 对吧 你走位你走位 他就A你你不走位的话 他就勾你 这个是比较赞成的 我现在的话 我的主人上子已经死了 就剩下我一条可怜的小狗 只在这边 他一个人呢 我这边也没有办法 只能躲在后面吃一下金脸 然后我们这边ADC出来了 我这边是帮他挡一下兵线 这样子的话 不至于他出来的时候等级会太低 现在这种挡兵线还是比较可以接受 这边的话是勾搭机器人 然后这边是过去 然后一个Q 然后这边的话是给了女MF一个登录 但这个MF他为什么不点登录呢 他这边点的登录 就可以瞬间跟我贴在一起贴在一起之后 他就可以多A这个机器人 只要这个机器人是必死的一个局面 这边的话 我们这个MF的话 前面的这个补道也比较水 这边应该不是一个专业ADC 因为我们这边在选人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四五楼说他们两个是带链 对吧 四楼说他是带链 五楼说他也是带链 所以说说他们什么 都是钻石的大神人 说然后让我三楼辅助 算了吧 我本来正好这天蛮累的 所以说我这边是选择了辅助一盘 他们说他们是钻石大神 我这边差点跟他们说我是王者大神 后来想了一下算了 毕竟现在的话 自己倒还没有打上最强王者 而且这 现在对面是继续出来 那我这边的话继续在草里面恶心他们 他们只要赶出来我就A他们 这边的话又是A一下机器人 赚个三块钱 这边的话机身 机身什么果断是A了我一下 我这边的话肯定要还机器人一下 又是三块钱 然后A完A的差不多了 回去捡灵魂 这边灵魂捡满了 这边的话一个勾 又是勾中了机器人 然后人过去之后 然后这边我们瞎子过来 然后扔了一个灯笼 但这边这个瞎子爸爸他进 他也不点灯 现在的话为什么都不太点灯笼呢 我这个灯笼简直认得自己醉了 好 这边的话又是杀掉了对面的机器人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剩下男枪一个人了 只要男枪一个人的话 那我这边根本不会虚导 我这边捉了在A了 因为毕竟的话 我被这边被弄存满之后 A出去那一下是蛮疼的 蛮疼的 这边好了我就拿自己的血来跟对面的这个男枪来抹血 那这边是王子走到了我的这个眼 眼里面 而这边的话这个小兵快死了 最后彼此兵死了 瞬间一个Q 这边Q就是这个男枪反应也挺快的 一个意识躲掉了 其实这点不太好 其实Q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态度动作 而我们这边 哎这个MF又是被对面的机器人给勾了过去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打不过了 而且这边的话 一个热也是飞过来一个大招 这有点好疼 那我这边的话也是果断 放了一个大招 也是救一下自己 最后男枪扔了我一个大招 是没有把我轰死 我这边护角还是蛮高的 这边的话MF是被勾过去 然后我扔了一个灯笼之后呢 他也没有过来 而且当时我种了一个烟雾弹 我也不是很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 他抬我一个他点我一个灯笼 应该是可以回来 而且我当时是看 他并没有去卡这个灯笼的位 因为如果说大家并没有去 把灯笼扔出来 如果说站在 大家如果有一个人站在这个灯笼的位置上的话 对手是点不到这个灯笼 点不到这个灯笼 他就回不去 对吧 但当时的话最少也没有站在这个灯笼上面 他为什么不点我灯笼 现在的话我是回去补出了一个工资桩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工资桩 这个工资桩的话效果作用还是很大的 毕竟辅助的话经济还是要站在第一位 虽然说我是拿了一个人头两个助攻了 但是在经济方面 我基本上是已经碾压对面的辅助了 这样子的话出一个工资桩 对吧 首先也不影响到线上的局面 然后其次的话更是可以把这个 之后的这个经济可以拉得更开 这样更容易我带四百 然后带出更多的眼 来压缩对面的视野 这边机器人也是出来了 那这样机器人出来的话 然后这边又是一个Q Q中了机器人 然后登了一个灯笼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E E技能之后给了蓝枪一个虚弱 然后这边是朝着机器人打 因为蓝枪毕竟要血线太足了 那这边机器人最后是 那那个MF大招里是没有死掉 然后后来的话 当我准备闪现的时候 我也是发现这个机器人这个血量 一下子回上了 那当时那点血我闪现A一下 都应该是打不死的 这一波是大家互交了一个 互换了一个虚弱 而且但是对面是被我们打残了 对面只要被我们打残 就还算是蛮花的 这边我是勾到了对面的南枪 但对面的话 这个南枪 这个南枪最后的话是一个E技能 是躲掉了我的那个E 这个是有点 在这边放一个大招 然后这边果断交出了自己的闪现 哎呦我算到这个王子的Q技能 应该是快CD好了 所以说这边有闪现 是躲掉了王子的Q 那我们这边的话 女警是被这个王 那个王子在追 但是算了 这边要打起来的话 就过来打吧 哎呦 看这边的话 EW是直接一个大招把我刮死 其实女警的话 他这边可能也不知道 这个王子的技能CD有多久 其实他一直走的话 等到我这个灯灯CD好了 我一个灯灯就能把他自己揪过来 这个女 这不是女警 这个女枪 总体来说经验还是有些不足 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了 已经无伤大雅 总体来说下路现在还是一个优势 这边我们的这个新德拉过来之后 又是先杀掉这边 南向又杀掉对面的一个机器人 这一波的话这个新德拉好赚 然后现在我跟新德拉 这边我什么是回到了线上 然后这边放一个灯笼加点防 让他好好把这波兵收掉 身为一个辅助的最主要的就是敢打敢拼 ADC不跑你绝不能先跑对吧 除非你是真正最后一次血了 这边的话我们是过来杀对面的这个 南枪 那这边有一个Q也是B的南枪 我会跑了一步 就算他不中我这个Q他也是必死无疑的 我们虾子也是被勾过去了 但是好的 人家只有一个W 那这边的话问题不大 也是杀掉对面的南枪 那这边的话现在是一个机器人了 这个机器人真的是蛮带人的 这边是跟着我们的Maf过来写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他给退掉 这边机器人 这机器人又想勾我 然后我这边是躲掉了 其实我被他勾过去的话 只要对面南枪还没有复活 我是我们是直接可以杀掉这个机器人 但是我不想冒这个血 这边的话南枪虽然出来了 但这个塔是肯定没有的 就最后一次 我这边直接勾到了南枪 然后过去一个E技能把我往回打 然后这边开启了大招 给了南枪一个虚弱 这边南枪的往事必死无疑 然后我们这边又看到辛德拉过来 但是我这边是被兵卡住 得绕了一圈过来 这边的话辛德拉过来之后 这个机器人也是直接被辛德拉杀掉 那这样的话下路这一波又是直接打成了 完成了一波双杀 这边可以看到这个随时的 还是真的蛮凶的 首先勾住了那段时间 首先勾住了南枪 然后MF是捉着南枪一顿操作 然后过去之后又是一个大招 这个南枪直接是当时就残疾了空血 这边的话先准备打龙 然后轮一个灯笼 然后诶但这边好丢人 这边好丢人 这边是没有丢到这个 没有勾到这个大龙 不然的话我可以跟辛德拉一起下去了 这边先下路打爆了 然后现在是拿掉小龙之后 基本上是可以回城 然后补一波装备 可以开始中路B团了 这边的话对面是抱团 准备退我们中 所以说我跟大天使 两个人在这边猫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然后这边的话看到辛德拉过来了 我们这边直接冲出去 毕竟是波斯打四 我这边勾中了王子 然后一下一中三个人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是没有大招 大招是并没有CD 那这边的话对手是直接是朝着我 扔了一轮技能 那最后的话 我还是被尹南给尹南死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但是对手的话 现在是蛮那个的 这边这个南枪也是必死无疑了 只剩下一个满血的伊泽瑞 压根就没人理他 好 这波回忆之后也是很有钱 直接买了一个大眼石 然后买了一个就是蓝沙宝石 这边我是并没有直接先出那个苏里亚的光项去 因为我感觉现在出苏里亚的光项去度用并不是很大 而且工资装的话还能再让他多存一会钱 同样的我是买了一个400出来 现在然后买了点眼 现在的话 压缩视野还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是能够把对手的视野给压缩住的话 根据一个优势论来来说的话 那基本上对面很难能够翻盘 很难能够翻起来 这边的话 我在中路看能不能勾到谁 他们能 这边的话王子是被捡到速了 我这边一个勾子王子是一颗走掉了 这边是没有勾到 哎这边的话 这度直接冲上来秒掉了我们的大电视 然后我这边的话也是保护自己的队友 一个大招扔出来 然后这边勾中了对面的机器人 但这边机器人也是必死无疑 而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 现在就是还剩下一刀队 以及南枪两个ADC了 这个呢 一个人认了一个大 哇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死的是有些莫名其妙 那最后的话 这个伊德瑞尔也是被我和虾子杀掉 那这边的话 南枪是准备跟我拼 但是我这边是有一个虚弱的兄弟 这边直接给南枪上了一个虚弱 最后南枪想把我拼死了 这个想法 最后也是负责攻流了 那这一波的话也是团灭的对手 打到一个三换五 总体来说说 像现在我们这个优势打出一个三换五 还算 算是不太理想的一个节奏 毕竟我们ADC 其实最后那波死的蛮尴尬的 是被塔扔了A了两下 然后南枪变成了一个大伊德瑞尔 一上去之后是对了 就收掉了 因为前面那波出来之后 就一直在打下 所以说我也是没有选择把这个400吃掉 那这一波的话出来的话 我会选择把400吃掉 那吃掉之后呢 就开始排演 为了排演更有效率 我这边是选择初心出了一双五醋鞋 把几个龙点集中的位置排掉之后 这边的话是看到机器人过来 我这边一个盲QQ到机器人之后 扔一个灯笼 然后跟女警一起过来 这边的话是抑了一下机器人 跟女警一起朝这个机器人一顿毒打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大电视赶过来 闪现一个Q 最后也是直接把这个机器人杀掉了 这个的话是确实是一套 最确实就是最 打起来最流畅的一套抓人的方式 就是Q住人 然后往回扔一个灯笼 然后跟那个人一起 瞬间到达Q到的那个人的面前 然后把那个人杀掉 这边的话 王子是直接冲了进来的 这个王子肯定是直接就是炮灰了 这边的话 Q也是被蜘蛛一个闪现躲掉 我们现在是直接强退对面的 强退对面的高地塔 我们这边瞎子进去了 但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这边MF怎么感觉这么好 应该是就可以拿到这边高地 我这边一个Q 直接Q到对面的机器人 然后过去就一个一 一到了对面三个人 然后放了一个大招 这边南枪也是被捡到了素 这边新的拉直接一个大招 是秒掉了对面的南枪 这样子的话又是一 又杀了对面两个人 中路高地是妥妥的直接拿掉 现在的话我们这边是可以直接回城 回城之后 补完一桌装备出来之后 就直接可以退下路了 然后如果说下路 一般在20分钟之前推到对面一波高地的话 对面应该是已经是非常难打 这边的话回去之后 买继续补读三 保证身上一共可放的眼有六个 这样子的话六个眼的话就可以保证到 很好的保证地图上的视野了 如果说眼少的话 从体来说还是不太好 我这边的话 因为大龙位置的话会需要三个眼 因为蓝buff一个眼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个草丛一个眼 然后大龙一个眼 然后另外三个眼的话就可以随机的选择 释放在哪个点些位置 比方说可以放在我们现在想进攻的那条路上 当现眼 然后边上了草丛也可以放眼 然后这边的话这边是直接现在这个位置放一个在蓝buff这边放一个眼 然后这边的话下的是在打小龙 那我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应该是准备推下路 因为下路的并线趋势非常不错 我这边的话也是跑过来先看排一下对面的眼位 然后几个重要的通道路口的话也是把眼放一下 然后最后在对面的塔后面也是放一个塔后眼 相信打过刀塔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说在进攻的时候放一个塔后眼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对面的局势 而且我这个眼放了之后对面因为没有400的情况下 现在也是很难困的 然后这边闪现QQ中的对面的机器人 然后我冲进去之后直接是一个大招 那这边的话机器人直接死掉 然后在这边的话我的位置因为是比较靠后的王子一个大队是把我隔开了 那我这边的话是直接被对面给秒掉了 但是对面杀了我之后也是交出了非常多的人命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Q到了对面的这个南枪 好的这边又是杀掉对面南枪 这波是打了一波一换四 当对手就是把所有的输出都打在一个辅助身上 那我就说明他们已经离机机不远了 把这边的话对手是最后选择的一个投降 好了这一盘的话这个辅助垂石也是已经结束了 是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这期视频 最后的话我们进入一个符文介绍以及抽奖的环节 节目的最后呢我来进入一个符文天赋的介绍以及抽奖环节 好吧我先来介绍一下四哥的符文 四哥的符文的话我带的是一个常用的一个AP符文 然后红色的话带的是全部都是法穿 然后精华方面带的都是法强三个大法强 然后黄色是物抗然后蓝色是魔抗 这是一套AP比较标准的一种带法 因为四哥是出女神之类的 而且在Q的时候也是有回蓝的技能 所以说这边是不需要打回蓝的 而且中路AP的话我是不推荐大家带这个 不推荐大家蓝色的话是带那个回蓝的 即使带法强我也不怎么推荐 因为毕竟中路对拼的话魔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路毕竟大部分都是AP 然后黄色方面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带护甲 因为你不知道你中路可能会碰到什么 有可能中路会碰到一个结的 而如果说你蓝色这边不带护甲的话 你碰到的是结啊或者说盲僧之类的英雄 你就会非常的头疼 他打你一下会太疼 然后这边的话介绍一下四哥的天赋 四哥的天赋的话我点的是一个20109 这个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点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带的是一个 因为我打法是一种比较凶向的 比较强悍的一种打法 我带的是引蓝 所以说我这边点出召唤师的愤怒 如果说带虚弱的话也可以带这个东西 如果说带传送的话 这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随便点在哪 我这一点的话可以点在周界上 或者说可以点在这个图符上 反正这个东西就无所谓了 然后9点的通用天赋这边的话是 是把这个召唤师冷却时间点出来 然后把时间点出来 就基本上这样点就可以了 然后垂石的话 垂石这边的天赋文物 我是这样带的 然后红色方面的话我带的是全攻击力 可能有人会认为随时都是AP伤害 为什么要带全攻击力 因为线上的话辅助身为尤其远程辅助 就是说依靠自己的普通攻击来消耗对手 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这边的话带上攻击力的话 可以让你线上消耗起来 一人的时候能够更疼一些 另外的话黄色这边和蓝色都是带的双抗 这样子的话前期在前期对拼 对拼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大的优势 尤其是这种在线上算是偏凶猛的那种辅助 更是需要打双抗 这样子的话可以保证你在跟对面拼的时候 你自己自身的消耗会降低到最低 然后三个大精华是带一个涨前的精华 可能很多人认为现在这个每秒下的钱比以前多了 其实的话你带这个带不带这个涨前精华和带和不带 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这边还推荐大家带 毕竟的话辅助的旌旗还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越打到后面可能大家就越就是说可能感觉就会越大 因为辅助的眼几乎可以掌握到中后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局面 然后这边点错 然后这边的话 随时天赋 随时天赋方面我点的是0921 虽然说带来虚弱 但是我没有点这个 点这个点出来的话我这边就没有老兵上门了 这样子的话在前期 对线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30点生命值没什么 但是其实30点生命值 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毕竟在下路2v2对拼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空学反杀的那种局面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一样点 而且现在虚弱的时间也是变得有些短 所以说这个减十点护甲的这点时间里面自己的队友可能A不出几下 尤其你给对面上虚弱 对面的人也会给你的一直上虚弱 所以说这点时间的这个护甲以及磨抗的减伤的话 并不能带来太大的影响 这边的话21点通用天赋这边是点出 这个召唤师的时间是必须要点的 是因为你虚弱的好的 你虚弱cd的快慢直接就会影响到你下一步敢不敢拼 你点出来的人和不点出来的人差别就蛮大的 因为对面那个虚弱好了 但你没有好对面就敢跟你打 这很显而见的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的话这边工资 然后出门都50块钱 这个太远手是必要点 这个是辅助前期赚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远程 然后这边的话 这边说六点冷却时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六星马电眼饼干 然后最后一点21点 这个就不用说了 很多人觉得这个21点不用点 可以点在这个上面 其实这边的话我想说一下 因为辅助的话 很多时候都要追人 甚至于先手这些在下路的话 基本上进攻都是由辅助发起的 所以说你多一些移动速度的话 在后面 不管是追人也好 各方面的话都会更加好一些 这边的话 文件上天赋也已经介绍完了 我们这边进入抽象环节 我们这边先来复制一下 好 恭喜这位朋友 呃 第三十页 啊 第十页的第十九条留言 啊 这个叫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嗯 是这边 嗯 恭喜这位朋友 获得了 呃 中小 名额 刚好这边的话 我还是给他发一条留言 的吧 对 不过来 对 不过来 那边就会把这个人 的东西 有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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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的话 抽象环节已经去也已经是全部结束了 啊 这边的话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击一下这边订阅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这边更新视频的这个消息了好吧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